大家都知道睡眠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无论你是被孕的妈妈,怀孕的妈妈,还是postpartum 在人生的任何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怀孕计划的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在网上找了无数篇贴子,看了很多的分享 也结合了自己的经验,然后总结出了这个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以下这几点 如果是对大家有用的点,大家可以借鉴参考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建议,也可以在屏幕上 也可以弹幕或者在下方留言 第一个呢,就是孕妇枕啊 我自己买的是一个J型的孕妇枕 就是你可以把腿放在上面 然后小腿给你架起来一点 孕妇枕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比如说月亮枕啊,U型枕啊 还有刚刚我提到的J型枕 孕妇枕可以按照自己的睡眠习惯来进行选择 我个人因为有点hard burn 就是会缓一点卫生 然后小腿有点紧张 所以我喜欢架高腿 然后还有把上半身也架高一点 嗯,因为医生建议是侧子水,最好是左侧位水 但是我其实个人我觉得右侧位会更舒服 基本上这些枕头你可以抱在胸前 就这样抱着,或者还可以拖着你的 嗯,belly 或者你可以放在背后撑着你水 我个人觉得放在背后撑着水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它就支撑你的整个脊椎 各位育妈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选择这个孕妇枕 然后按照自己的舒适度来调整孕妇枕的位置 除了孕妇枕之外呢 就是以下这几点也适用于其他的时间阶段的一些人群 可以按摩耳朵 这样按摩耳朵 就两个耳朵这样按摩之后呢 躺在床上这样按摩 就会觉得超级放松,超级舒服,超级养胜 第二个呢就是在睡前可以想一想 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完成哪些目标 嗯,因为平常我个人来讲 每天都有一个to do list 然后我把它check之后呢 我心里会觉得我完成了今天要做的事情 然后哪些是就是有见识性意义的事情 哪些事情是比较trivial 你可以就是选择letting it go 第二个就是感恩冥想几分钟 我在之前的视频也提到的就是感恩的力量 冥想的力量 所以你就感恩冥想几分钟 会把你的身体put into ease 就是把你的身体更放松 在起床之后呢 可以去阳台伸个懒腰 看看鸟,看看天,感受一下阳光 这样有助于自然的节律 这样的话你就早上起床 就起床了 然后晚上睡觉 你就睡觉了 就是日出而落 日作而思的这样一个节律 最后一个呢就是三个pillow的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pillow在头的后面 还有一个pillow夹在两腿中间 膝盖的位置 还有一个pillow呢是在 放在后背 这样的话呢在各个角度 这样呢你的脊椎就会处在最自然 最舒适的位置 然后我个人喜欢把头稍微垫高一点 入眠也相对的容易 啊假如假如就有点困 最近呢就是12月的中旬 我呢也做一些更多行政上的事情 差不多今年就结束了 所以总体来讲回顾今年 我完成了三个大目标 就是我在年初的自己建设三个大目标 在2024年呢我现在正在 我还在组织去写下2024年的计划 正是在这个月 在这个月底呢我就会知道2024年 会要具体去完成哪些事情 接下来的视频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更多 有用的资源有用的信息 有用的知识有用的生活经验分享 我是你的健康美丽的线上朋友 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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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